带着真诚的微笑 拿着铁铲 用力的一下下把散落的石块铲起 但是这笑容的背后可不容易 当初是因为 最柔在医院 就是在医院 医疗 再来就 就是已经慢慢都好了 恢复了就参加 这个实际的活动这样子 两年前的曾有德 在工地工作时 不小心从三楼坠下 这一摔 脸部几乎摔碎 从额头到下 碎性骨折台北刺激医疗团队 利用3D影像模拟 并耗时8小时的手术 使用了23块骨板和118只骨钉 才让它恢复完整的面容 经由刺激医疗团队的帮助 恢复生活 现在的他加入了志工团队 能够从实微笑都是靠着志工的帮助和太太的支持 现在的他从伤病中复原 心境上也有了转变 怀抱着感恩的心 曾有德现在的人生路变得很不一样 戴新闻李建宽台北报道